由于市民反映东大门夜市的油烟排放 影响到市民的生活品质 而为了要实际了解状况 花莲县衣会建设小组一行人前往东大门夜市会刊 而召集人林元富 第二召集人杨华美表示 油烟对人体以及环境的安全影响甚大 就这次会刊提供业者相关讯息 一例自主管理防治设施 大家一起来维护花莲良好的空气品质 花莲县公关处长张子祥一行人前往东大门夜市 来向花莲县衣会建设小组进行简报 来说明夜市探访业者所排放的油烟如何进行处理 召集人林元富 第二召集人杨华美一行建设小组成员来了解 除了听取公关处的简报之外 同时也实际会刊探访操作的排烟 也要求公关处务必协助业者来减少排放的状况 东大门夜市 那民众反应 因为可能生意太好了 油烟的问题还是有 那是否把这个油烟的部分 再把它做更完善的改善 那目前来这里会刊 那看了他们的一些店家的示范点 那他们都做了三到四道的过滤 有静电的吸油烟机 那也有这个菜渣油水 的分离槽 那也做得相当的完整 那也希望每一摊都要能够落实 油水分离除油烟的设施 一定要落实来安装 那若有这个油烟 这个排除不良 是否是禁电除油设备未清洗 还是什么问题 那请观光处下去做督导 那也希望在东大门这部分 那由观光处这么用心 中央争取经费来建制 那成为华联的新亮点 那油污水部分今天看了 就是它有过滤细渣粗渣 以及到了集水区等等 然后再外排到这个污水管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目前来讲是好的 那再来就是油烟的部分 油烟的部分因为东大门 它有400个摊位 然后可以做饮食 大概有130几个摊位 然后散落在不同区块 那不同区块的排烟 它其实没有统一的处理 所以就因摊位而异 那油烟的处理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油烟粒子的部分 以及气味的部分 那如果没有好妥善的处理 其实它就会造成空气的污染 以及妨碍附近居民的空气 那所以在这边也建议观光处 能够在这个油烟处理的部分 能够加强 看看是不是有机会朝向 动管处理的方式 然后以第一层 用静电的方式 极限版的方式 去除油粒 然后再来用活性炭的方式 去除异味 然后还给这个空气一个清新自然的状况 那所以也请观光处这边能够妥善的规划 那因为东大门其实 不但有环保工厂三四千万 以及星空夜市的设施设备两千多万 那我想这个空气的部分 要让它更符合环保夜市的光荣 所以在这边要求观光处一定要朝这个地方方向办理 召集人林元甫表示 油烟对人体以及环境安全影响相当的大 期盼借由会刊参与油烟房子的重要性 提供业者相关讯息与自主管理房子的设施 大家一起维护花莲良好的空气品质 将东大门夜市达到成为国际性观光环保夜市 这个终于欢迎收看